实际上世界银行成立快80年来 正式的13位行长一直都有美国人出任 但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开始出现杂音 因此刚结束乌克兰访问回到白宫的拜登 提名印度出身长大 后来取得美国籍的阿甲一搬家 或被称为彭安杰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也有减少杂音的考量 拜登在声明当中特别提起 他在印度长大 对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机遇以及挑战 以及世界银行如何实现减评以及促进繁荣 有着独特的视角